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共是5个小区 一共有3241户的家庭 韩籍人士的话大概占35%到40% 大概有1000多户的韩国人 要求居家隔离的对象 已经达到了477个人 你上司的业维护理一下吧 一般的韩国人家庭也好 我们的境内的家庭也好 居家隔离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配合的 通过第二次上门告知 就是居家隔离是指不出家门 不是不出小区 他们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好 要在家 待了14天 反不反 包括他们的外卖和快递 生鲜每日食品的一个保障 物业还有我们居委干部 以及我们跟周边三家 比较大型的韩国人的超市 进行了对接 指定的工作人员 凭我们发放的出入证 或者说是我们的工作许可证 对居家隔离的对象 一个无接触的送货服务 第二个就是他们每日生产的垃圾 一般都是一点到三点之间 上门收垃圾 一方面是发动小区的自愿者 导员 楼组长 居民的骨干 出来帮忙一起送快递 第二个方面 我们是通过第三方的维修的应急分队 支援我们的送快递和垃圾清运的服务 后来发动了居住在本小区的一些 韩国人或者是朝鲜族的人 他们晚上一起职守 因为门口职守的也很重要 他们现在很感谢这个小区的所有的服务 一定要按照小区的规定 他们都是理解